受疫情和加息等因素影響 今年楼市已累跌于14% 重返五年半前水平 较历史高位回落约17% 美联物业住宅部行政总裁部笑名估计 随着通关及香港积极吸纳人才 预计明年楼价先稳后升 升幅约10% 美联物业首席分析师刘家辉表示 今年息率上条 打击楼市交投 同时发展商在放慢推盘步伐 导致整体交投急跌 截至本月16日 今年整体物业 包括住宅与非住宅 住宅量65.81万宗 估计全年将跌穿6万宗水平 创1991年后的32年新低 另外新盘及二手成交量齐创新低 美联估计今年一手成交量为9100宗 销售金额930亿元 分别按年下错45%及58% 二手方面 美联估计全年成交量为3.7万宗 成交金额约3.000亿元 分别按年错约38% 和于41% 不过报绍明认为 港府持续放防疫措施有利整体经济 并看好明年初内地与香港可通关 港股亦由低位大幅反弹 因此楼市有望在农历新年后见 小阳春 届时发展商亦将加快推盘 他俗称 明年楼价将先稳后升 可升一成 特别看好北部都汇区 启德和将军澳 他估计全年有3.02万火新盘推出 元朗及天水围有6,313火 屯门及深井有4,141火 启德及九龙城有约5,455火 将军澳有5,179火 他认为楼市最坏时刻已过 随着疫情对楼市的影响日渐淡化 以及美国加息步伐减慢 届时无论交投及楼价均有望回稳 他预计明年一手成交将按年急升 约75%至1.6万宗水平 同时带动二手成交按年升约35% 有望达至5万宗 有望达至5万宗水平